它主要的一个灾区的现场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靠近金泽大学 画面上你看出来这里其实是一个山坡 而且往前面你看这个山坡边有树洞房子 地基被掏空直接整个倾斜至少呈现45度的倾斜 空拍画面更震撼 两层楼的木造建筑几乎连根拔起 倾斜45度还把汽车重重压在下面 另一栋红砖瓦建筑更夸张 一楼几乎被震烂 整栋楼破碎不堪 路面地基几乎全会 不过画面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地方目前我们所在的这里 今天这个都是乌云密布 气象预报说这个下午很有可能开始要下大雨 所以这个后续这个路基地基也有可能继续可能面临掏空的状况 就怕还有雨震部分住户已经撤离 镜头再转到金泽鱼市场 你看到刚才这位卖原本卖鱼饭的老板 他很努力的在喊着镜头可以看过去 这里终于有四位这个观光客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在金泽市的进津亭这个市场 这里有三百多年历史 是一个当地非常重要的市场 现在本来应该是国定的年假的期间 原本应该有非常多的观光客 那但是在受到地震的这个相关的影响 不只是观光客的人数瑞减 寥寥无举终于看到了 所以刚才老板非常努力的招呼 还有就是这些卖水产卖货品的店 那么他们目前架上虽然是有货物 不过非常担心接下来的供货不及 来自然观光客人 有一些商品有可能不 mind 这些问题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是怎么办 但是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 因为震灵的影响 客人都没有了解 一直都没有缺乏 发送也离开了 所以不能遭遍 热门景区人潮受创 金泽市区火车站原定3号上午通车也延宕 交通停摆何时能恢复 还是未知数 金新闻副家庭旅少博日本金泽采访报导